上位,我肯定在工作生涯上是越來越重要的 假如在工作上不能上位 我們何來成功感,何來滿足感呢? 我開始有一個行政助理,做到亞太區總經理 我有很多經理,他感受到上位有很多成功的方法 以及失敗的案例 藉此幫助大家在相位上有一個更加清楚的認知 有一個更加美好的將來 你沒事吧? 剛剛才給老闆支援費 什麼事? 他說太自我了,不知道他感受過 說很難跟我合作 又不是跟他做人生,做多事就行了 有沒有感覺 你以為只是他們灰? 其實做上司也有時候會很灰 為什麼上司會灰? 當他自己長處用不到的時候,他也會很灰 我們要說輔助上司第三式很重要的就是取長補短 任何一個員工,包括上司 他都必定有自己的長處和短處 怎樣找上司的長處呢? 其實有三個方法 很簡單而已 第一,去觀察一下 到底上司做什麼事情? 做得很輕鬆,有職效的,做得很快的 第二,有什麼事情? 他很喜歡做的,你不叫他都做的 他日又做,夜又做,又很想做這件事 第三,組織是希望上司做什麼事情 是可以有貢獻的 而這件事又是他的責任的 假如這件事是符合上司能夠做 又是他很想做,又是他應該做的時候 作為下屬的,就應該盡量給他做 當然,他有沒有短處?肯定有 但如果短處不影響他的長處的時候 不要再想他,忘記他的短處 在過去,我有機會負責一個大型的論壇 這是我自己的職責 我需要找十幾個贊助商去做這個論壇 但我知道自己的弱項是什麼 就是我自己沒有一個好的人物網絡 但我的強項是什麼? 就是我可以很細心的跟進合同和安排 那些贊助商的細節 於是我自己想到 我的上司有一個超級人物網絡 我跟他協議 不如這樣吧 不如就由你來打電話 去找那些贊助商 有興趣的那些就交給我來跟進 於是他用了一天時間 打電話幾十個電話 於是他就把二十幾個有潛力 成為贊助商的客戶名單給了我 我用了兩個禮拜時間 成功地建立一個十幾個客戶 這個例子可以證明 事實上長處和短處是需要互相補足的 所以輔助上司的第三式 取長補短 真是很重要的 他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真的要讓上司的長處得以發揮 同一時間作為下屬的我們 我們需要用我們的長處補短處 組織本身的目的很簡單 到底怎樣可以用一班平凡人 經過組織取長補短 可以成就不平凡的事呢 這就是整個管理最重要的核心